今年22岁 靠着父母的钱付了一个首付 然后每个月 你不是我爸妈 你没有理由批评我 我想让你知道别人是怎么样的生活的 他的目标非常的明确 而且是脚踏实地的去做的 他跟我说他今年的目标 我知道你后边怎么说 他失败了 但是他付出了 没有 你还没听我说完呢 他告诉我他今年的目标 就是买一辆小车 然后他在五年之内要再买一套房子 把爸妈接到北京来 然后他说再过一些年 等他有一些积蓄了 他要去日本学化妆 要让自己更上一层台阶 他说陈女士 您知道我的终极梦想是什么吗 我说是什么 他说我要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 我要做一些这个服装的搭配 然后去做一些造型 他对自己的人生规划非常的清晰 而且他一步一个脚印在做着 他今年只有22岁 你呢 你能为这个家带来什么吗 就是每个月那么多的信用卡的透支 你每天背着那包你吓唬谁啊 你不就想让你妈妈难受吗 让她知道你随时都可以走 可以离家出走 可以明天就不知道去哪了 不是就让她着急吗 你治你妈算什么本事啊 你又本人把这劲到外面使去多挣点钱回来 你说她为什么呀 她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惩罚这个白发苍苍的 已经没有太多劳动力的母亲 而且对她那么好的一个母亲和父亲 因为她需要 她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可 哪怕只是暂时的认可 这叫认可吗 不 不是父母的认可 就是说她在消费过程当中 一个售货员对她的认可 我终于在购买的那一刹那 可以对我的人生发表意见了 我买一个 不 我买这个 不 这个我也不行 你再给我拿 好 这个 我正在行使发言权 而卖我东西的人 他正在在我的调动下满足我的发言权 他需要这个 我买东西的时候 他给我的态度就会比较殷勤 我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一种作为男人的尊严 这个我看看 第一个我看看 我觉得不错 你给谁买呀 我并不是给谁买 所以有些票是没结账的 那结了账的怎么解释 结了账的我拿在手里 想送给 会送给想送的那个人 那个人在哪里 在这里 是谁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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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需要什么 给他什么 我指的不是物质条件 当他需要鼓励的时候 给他鼓励 甚至要给他耐心 陪着他 接受现在的自己 接受现在自己的客观状况 在这种客观状况之下一步一步往前走 有一天感觉到自己的价值了 然后从那一天开始 他就会在现在的自己这个基础上 一步一步稳定的往前走 这是他要的